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书谷,祝大家愉快地聆听每一期的读书内容。 更年期不是一个黑洞,而是一个能帮你跨入人生新的阶段的中转站。 当然,如何度过自己的更年期,每位女性需要自己决定。 但是,只要在充分获取信息,真正知道你的决定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你才能慎重地做出决定。 《炙热的你》,这本书就是来告诉你关于更年期的真相,帮你补齐信息差的。 更年期发生在50岁左右,它是每一名女性最终都要抵达的重要的人生阶段。 而随着人类寿命的增加,它甚至成了比青春期和成熟期更为长久的一段时光。 但许多中老年女性对此知之甚少或者避而不谈, 这种沉默可能来自潜意识里的羞耻感。 但是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女性,我们有责任打破这种沉默。 许多人误以为更年期的各种症状仅仅在最后一次月经结束之后才会出现, 也误认为激素水平的下降是从50岁左右才开始的。 实际上,在40岁左右,女性身体里的激素水平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这个不易察觉的阶段被称为前围绝晶期。 前后的前围绕的围,前围绝晶期结束后,女性就进入了围绝晶期。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更年期。 更年期后面接着的是绝晶期。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疑问, 前围绝晶期从40岁就开始了吗? 对的,而且有人甚至会更早,38岁就开始了。 进入得晚的,一般到44岁也进入了。 在前围绝晶期,身体可能会出现多种不明原因的症状, 比如情绪低落、乏力、关节痛、心律不齐、头痛和出现皮肤问题等。 这些症状往往是由于激素水平的下降引起的。 缺乏激素是我们年老之后生病的主要原因, 但许多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她们可能没有典型的朝热症状, 但其他健康问题,比如关节痛或者皮肤问题, 实际上也可能与激素水平的变化有关。 我们的大部分器官都受到激素影响, 身体和情绪的变化也与激素水平是分不开的。 激素在女性的一生中会发动三次迅猛的攻击, 第一次出现在青春期, 第二次是怀孕和分娩前后, 第三次就出现在更年期。 在更年期,激素发动攻击的猛烈程度 相比较前两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如果想了解更年期并且平稳地度过这个阶段, 那就必须正确认识女性的性激素。 在女性的生理世界中, 性激素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们不仅塑造了女性的身体特征, 还影响着她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性激素界的三大明星, 磁激素、运激素和高童, 各自承担着独特的使命, 共同编织着女性的生命之歌。 磁激素这位浪漫的艺术家, 它独特的魅力赋予了女性曲线美, 幻想力和浪漫情怀。 它不仅激发女性对美的追求, 还促使她们在适当的年龄谈情说爱, 成家立业。 它让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照顾他人的天性, 同时也可能让她们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与他人的比较之中。 在青春期, 磁激素的激增还可能会让女孩过分在意他人的看法。 在生育的舞台上, 磁激素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它让女性的皮肤光泽, 胸部丰满, 阴道湿润, 它促进子宫内膜的生长, 为受精卵的到来做好准备。 然而, 磁激素如果过度活跃, 也可能导致子宫内膜增生, 水珠流和情绪波动, 常见的肢体水肿就是水珠流的一种表现。 为了平衡这些影响, 孕激素应孕而生。 孕激素能帮助身体排水, 缓解经期前乳房的胀痛, 并让女性放松下来进入深度睡眠。 它是一种冷静激素, 带着女性往活力的反方向行走, 给日常生活带来宝贵的宁静。 但是, 孕激素如果分泌过多, 也会让女性懒得射焦, 转而喜欢独处和沉思。 第三位激素明星是高童。 一听到高童, 你可能会想, 这不是男性身体里才有的激素吗? 不对, 女性的卵巢和肾上腺皮质都能分泌高童, 但不会分泌男性那么多。 适量的高童有助于增加肌肉, 提高基础代谢率, 使女性保持精力充沛, 体型优美, 性格果断和自信。 除此之外, 她还能提高性欲。 总结来说, 女性体内的三大性激素, 磁激素、 孕激素和高童, 它们三个各自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中, 磁激素用来保持女性的浪漫气质和身体曲线, 孕激素帮助女性放松精神压力, 避免情绪激动, 保持良好睡眠, 而高童则用来维持肌肉量, 增强果断自信, 并且提高性欲。 这三大性激素如果能在身体里和谐共处, 那么女性就能享受到更加舒心的生活。 了解了三大性激素各自的特点和作用后, 我们再花几分钟的时间来分析, 在一个典型的月经周期中, 三大性激素是如何对女性的身心造成影响的。 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几乎所有在更年期前后产生的问题和症状, 都建立在月经不规律的基础上。 所以我们就必须先了解, 在一个规律的月经周期中, 三大激素是如何运作、 协作和对女性身心造成影响的。 再来对比, 进入到更年期后, 激素水平发生变化时, 它们又会如何影响女性的身心。 所以, 让我们先从与月经周期有关的 最基本的生理知识开始讲起。 在我们的大脑中, 有一个指挥官叫夏秋脑, 还有一个联络官叫垂体。 垂体实时监控着血液里的激素水平, 并向夏秋脑报告。 只要发现有激素缺乏的情况, 夏秋脑就会向垂体发出指令, 让垂体联络分泌这种激素的器官, 多多地产出这种激素。 在月经周期的前半段, 垂体分泌的醋卵泡激素会让卵巢产生高酮, 高酮通过代谢转化为雌激素。 雌激素是在卵巢的卵泡中生成的。 卵泡是一个包裹卵子的壳, 卵子在这个壳里发育成熟, 同一时期一起发育的大概有十几个卵子。 但在一个月经周期中, 最后被选中的只有一个卵子。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颗卵子会被选中, 但我们先来看, 雌激素此时正在做什么呢? 雌激素在帮助子宫一层又一层的铺床垫, 这个床垫指的是一层又一层的子宫内膜。 雌激素这样做, 是为了让女性怀孕后, 受精卵形成的胚胎能够在子宫里轻柔地着床, 不至于硬着陆。 所以在月经周期的前半段, 由于雌激素和高酮水平同时上升, 许多女性感觉状态特别的好。 这一时期没有经前期综合征, 不痛经, 不头痛, 皮肤红润有光泽, 心情情朗, 社交愿望增强, 性欲也增强, 身体充满活力。 当其中一颗卵子发育到了最好的状态, 在镜中中获胜, 这个卵子就会在月经周期的中期被排出, 卵子从卵泡中破壳而出, 卵泡膜在完成第一项任务后, 马上又会领到第二项任务, 就是产生孕激素。 这时候, 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 在月经周期的前半段, 破例的卵泡膜摇身一变, 成了一个大约一厘米长的线体, 改名叫黄体。 黄体听从了下丘脑的指挥, 迅速开始产生孕激素, 立刻开始为女性怀孕做准备。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记住的一点就是, 只有卵子顺利排出, 才会有黄体产生。 如果在哪一个月经周期里, 没有一个卵子能够顺利排出, 那也就没有黄体。 而如果没有黄体, 那就无法产生孕激素, 也就无法发挥我马上要介绍的孕激素的作用。 这个因果关系, 大家一定要记住, 没卵子排出, 也就没有黄体, 没黄体就没孕激素。 因为后面我们在分析前为绝晶期, 为绝晶期和绝晶期时, 要用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继续说黄体。 黄体听从下丘脑的指挥, 开始产生孕激素。 孕激素的任务是把血液和营养物物质带入子宫内膜, 让子宫内膜准备好丰富的营养, 准备接代受精卵。 如果这时女性怀孕了,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但我们假设的是, 在一个典型的月经周期里, 女性没有怀孕的情况。 在月经周期的后半段, 由于产生雌激素的卵泡变成了黄体, 不再能产生雌激素, 所以雌激素的水平迅速下降, 而把子宫内膜的营养准备好了之后, 黄体的使命完成了, 逐渐变小, 最后消失。 黄体消失后, 孕激素水平更是会下降到低于此激素水平。 由于孕激素是一种冷静激素, 它如此快地下降后, 女性就会感觉烦躁, 莫名其妙发脾气, 这就是金钱综合症。 由于女性没有怀孕, 子宫没有胚胎到来, 之前在子宫内膜上做的准备工作都白做了, 床垫和营养都得撤掉, 于是月经就来了, 把这些东西都搬走, 通过阴道排出体外,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月经周期。 接下来我们就来逐步分析, 当女性进入到前围绝晶期, 围绝晶期和绝晶期之后, 这三个激素会如何发生变化, 它们又是如何影响女性身心的。 从出生那一刻起, 女性体内的卵子数量就已经固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卵子的质量也会逐渐下降, 由于卵泡的成熟是一个长达100天的过程, 期间任何身体或精神上的巨大压力都可能影响卵泡的正常发育和排卵。 还记得我们刚才让大家记住的知识点吗? 如果排卵出现了意外, 卵泡没有成功排卵, 黄体就不会形成, 没有黄体就不会产生孕激素, 而没有孕激素就无法把血液和营养物质带进子宫内膜里。 子宫内膜里没有增加血液和营养, 也就不需要打扫房间。 撤走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没有流出月经的必要, 这就直接导致了月经的缺席。 最早从38岁开始, 女性可能就会注意到, 月经周期开始变得不那么规律, 这便是前围绝经期的征兆。 前围绝经期可能持续5到10年, 但初期的症状通常很轻微。 由于没有排卵就没有黄体, 就产生不了孕激素, 所以子宫里也就缺乏孕激素来平衡雌激素。 孕激素一直在持续给子宫内膜铺床垫, 铺得太厚的话, 会导致漫长45天后, 下一次月经来临时, 出血量异常增多, 但是也有可能会在28天左右, 出现一次看似正常的出血, 之后在14天后再次出血, 这是因为部分子宫内膜分成两次脱落。 因此,40岁左右的女性 常常会经历月经周期的不规律, 即使周期看似规律, 一年中也可能会有一两次排卵不理想的情况发生, 导致孕激素不足, 从而引发一系列身体的症状。 但不要担心, 在这个时期, 女性的身体也会逐渐适应激素水平的变化。 在前微绝经期, 女性的月经还能保持点规律, 但一旦进入微绝经期, 月经就开始变得超级不稳定, 有时候正常, 有时候又不正常。 这背后的原因, 主要是卵子质量开始走下坡路, 导致激素分泌乱了套, 月经周期就跟着乱了。 如果你已经40岁了, 月经还是准时来的话, 通常说明你可能还在排卵。 但别急着下结论, 刚才我们在说前微绝经期的时候介绍了, 有时候即使没有排卵, 变后的子宫内膜也会分两次脱落, 第一次在28天左右, 让你以为正常来了月经, 第二次是再过14天到21天, 这就导致了下一次月经提前。 所以如果你某一次月经提前了, 很可能意味着上个月你没有排卵。 月经除了提前, 推迟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推迟了, 当月经来的时候, 血量可能会特别多, 经期也可能比平时长, 这是因为磁激素在子宫内膜上铺了厚厚的很多层, 都需要排出去。 如果月经一直淋漓不进, 这同样说明你没排卵, 没排卵就没黄体, 没黄体就没孕激素。 但是下丘脑还在不停地指挥子宫内膜增厚, 当内膜厚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开始出血, 这种出血就好比浴缸里的水已经灌满了, 但水管还在不停地加水, 水也从溢水孔里不停地流出来, 月经一直流个不停, 遇到这种情况, 赶紧去看妇科医生, 他们会用激素制剂帮你止血, 千万别傻等他自己停, 那可能要等上一个月呢。 总的来说, 月经周期乱了, 不管是周期太长, 太短, 出血太多, 还是淋漓不尽, 都跟孕激素分泌不足有关, 而孕激素分泌不足, 主要是因为年龄大了, 卵子质量下降了, 这次没有排卵了。 在围绝境期, 女性的身体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由于孕激素越来越少, 导致身体出现潮热, 夜间倒汗, 情绪暴躁, 心情低落, 入睡困难, 睡眠质量变差, 思考或记忆困难, 脱发, 关节痛, 头痛, 心率失常, 膀胱炎, 频繁起液, 耳鸣, 体重增加, 阴道分泌物异常等症状, 这就是更年期综合征, 更年期综合征是包含各种 不适症状的一锅大杂烩, 有些症状可能持续很久, 有些症状只是偶尔出现一两次, 然后就到了第二和第三个阶段, 你可能完全想象不到, 更年期虽然对于女性在身体和情绪上会带来很多的不舒服, 但是在头脑和心理这两个层面, 更年期激素的变化反而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我们来看第二个阶段, 由于负责浪漫的磁激素水平不断下降, 导致我们不再对异性感兴趣, 不再想取悦他人, 不再被别人的意见左右, 也不再想牺牲自己, 照顾家庭, 我们开始更加关注自己。 你看, 这不是挺好的吗? 到了人生四五十岁, 很多女性终于能够看清楚, 对她们来说,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接下来是第三个阶段, 前面我们介绍了, 卵巢和肾上腺都可以产生高通, 卵巢虽然衰老了, 但肾上腺还可以分泌它, 使得高通保持在一个正常水平。 你千万不要一提高通就变脸, 担心更年期的自己像个男人了。 还记得吗? 高通不仅会提高性欲, 而且与决断力、精力和野心相关。 在围绝经期, 由于磁激素和孕激素都降到很低的水平, 高通开始大展身手。 有了高通的帮助, 我们将想得更清楚, 看得更明白。 高通会促使你产生赶紧去做某些事, 进行某些改变的冲动。 在第二个阶段, 女性刚刚看清楚, 对她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 她们就能为这些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展开行动了, 这就是更年期的伟大之处。 这么多年来, 我们女性承受了身体上发生的各种变化, 经历了需要操心的各种事情, 补偿了只能把自己的需求放到最后的痛苦。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了, 人生仿佛进入了下半程。 女性开始真正为自己而活, 而且活得生机勃勃。 作者说, 没错, 更年期确实是动荡的时期, 但你没有必要让自己沉浸在沮丧和病痛中度过, 因为在昏暗的隧道尽头等待我们的是令人惊喜的风景。 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你还会如此害怕更年期的到来吗? 接下来我们介绍绝经期。 如果你在上一次月经之后, 持续12个月都没有再来月经, 就表明你正式进入了绝经期。 在此之前, 你可能有好几个月, 甚至11个月都没来月经, 但都不算, 你的暖潮仍然有可能会在未来排暖, 你也仍然有可能会来月经。 只有当你第一次持续12个月没来月经时, 才标志着你真正进入了绝经期。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绝经期的激素水平。 雌激素从绝经期前就开始下降, 并在绝经后达到最低点。 缺乏雌激素, 导致绝经期最典型的症状出现了, 潮热。 阴道不舒服, 睡眠障碍, 抑郁和尿失禁。 其中一部分症状可能在绝经期刚开始时就已经出现了, 潮热可能是最先出现的。 潮热是什么意思? 就是身体感觉很热, 心跳加速, 脸变得通红, 身上开始冒汗。 但潮热只是雌激素缺乏引发的众多问题中危害最小的一个。 大部分真正要命的问题, 要等症状明显时才能发觉。 而等症状明显了, 它们往往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了。 作者说, 请你记住, 缺乏雌激素的身体是非常不健康的。 之前没人警告过你, 缺乏雌激素的七大后果包括, 动脉周样硬化, 导致患心脏病和脑促重的风险升高, 容易得痴呆, 如阿尔茨海默症, 容易骨折, 罹患萎缩性阴道炎, 伴随着永久性的疼痛, 烧灼感和搔痒, 容易尿失禁, 导致护电永不离身, 容易抑郁缺乏性率。 应对这些问题最好的方式是, 在还没出现症状的时候进行预防, 既然缺激素, 那就要补充激素。 很多人听到补充激素脸色就变了, 别着急反对啊, 作者说的补充激素 和平时我们听说的激素疗法不一样。 作者说, 所有包装上有激素疗法等字样的产品都不是激素, 它们是人工合成的类激素制剂, 这类制剂被称为激素是大错特错的。 作者支持的是使用天然激素, 也就是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生物同质性激素。 生物同质性激素的化学结构 和人体卵巢分泌的激素完全对应, 我们的身体无法分辨这些激素是来自药物还是来自卵巢, 因此它们几乎没有副作用, 因为它们在人体内所起的作用是完全自然的, 而人工合成的类激素制剂 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完美的效果。 补充生物同质性激素的目的, 是让体内的激素处在月经周期前三分之一段时的那个水平。 还记得吗? 很多患有经前期综合征的女性说, 自己唯一感觉良好的时候就是月经刚结束的那十来天, 这个阶段的激素水平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作者建议, 处于更年期的女性应该每个季度到半年去复科查一次血, 监测体内的激素水平, 积极预防激素缺乏的情况, 然后根据缺乏的情况请医生开药, 缺雌激素就在胳膊上涂抹17β-X2纯凝胶, 缺高酮也是在胳膊上涂抹高酮凝胶, 但缺孕激素是口服黄体铜胶囊, 而不是涂抹孕激素润服霜, 网上卖的孕激素润服霜是没有效果的。 但请注意, 医生不能给那些患有激素依赖性乳腺癌的患者 开雌激素和孕激素, 因为这会促进已经存在的肿瘤细胞生长。 如果患者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血管疾病, 也不能使用生物同质性激素。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补充激素呢? 这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则, 黄金窗口期。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女性为应对更年期激素缺乏症, 补充生物同质性激素的黄金窗口期, 从绝晶前期开始, 持续到最后一次月经后的6到10年。 换句话说, 一旦你的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 并伴有睡眠障碍等症状, 你就应该开始补充生物同质性激素了。 而如果你很久没来过月经, 并且受到了潮热的困扰, 那肯定到了需要开始补充激素的时候了。 补充激素会让你再度感觉良好, 并且能够预防多种老年病, 一定不要太晚才开始补充激素。 黄金窗口期是什么时候截止? 如果你身体很健康, 没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 血脂正常、不超重, 黄金窗口期最晚能延续到绝晶后的第10年。 否则, 黄金窗口期的结束时间会提前到绝晶后的第6年。 一旦黄金窗口期结束, 就不应该再开始补充激素了, 因为与年龄相关的血管损伤会提高血栓形成, 急性心肌梗死或脑促中的风险, 所以一定不要太晚才开始补充激素, 最好在你还健康的时候就开始补充, 只有这样你才能有效预防老年病, 保持最佳的健康状态。 尽管你听到了这里, 但我知道, 还是有很多姐妹害怕使用激素, 比如害怕会诱发乳腺癌, 这一点作者也预料到了。 他说, 生物同质性激素不会诱发乳腺癌, 生物同质性激素和乳腺癌之间并不存在吸烟和肺癌那样的因果关系, 不是说使用生物同质性激素一定不会得乳腺癌, 而是说得不得乳腺癌和是否使用了生物同质性激素基本没啥关系。 其他因素对乳腺癌患病风险的影响更大。 当然如果你始终克服不了这种担心, 也不必强求自己使用。 但如果你没有这种担心, 恭喜你。 作者认为, 使用生物同质性激素不仅能帮助你缓解更年期的不舒服, 还能让你保持健康、活力和精神愉悦。 从前绝境期刚开始, 就执行这个方案, 等到了60多岁时, 你一定会感激现在的自己。 在本书的最后, 作者强调了更年期前后保持健康的四大支柱, 饮食、运动、睡眠和静心。 前三个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这里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 就解释一下第四个支柱, 静心吧。 静心不是休息, 不是头脑一片空白, 静心指的是一天中拥有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时间。 想一想,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希望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什么好事? 我准备和什么说再见? 我如何过好今天? 如何让我的能量得到很好的分配? 等等。 更年期是一个神奇的时期, 因为它强迫你去照顾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你自己只有激素的迷雾散去了, 你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才能看到自己真正想要和需要的东西。 你不用去寻找真命天子了, 不用照顾年幼的孩子了, 没有脑人的经前期综合征了, 不再痛经了, 也不用再担心怀孕了。 从更年期开始, 你的阻碍更少了, 实现愿望的力量更强了, 你可以自由地做你一直想做的事情, 成为你一直想成为的人。 好了, 炙热的你, 关于了不起的女性更年期的一切,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欢迎你将这条音频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 你有什么感想?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